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到了某一个点 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人生难题 这个课题没有答案 可是我们又不晓得如何继续往前走 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嗨,你好,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载,叫游泳气 欢迎来到有感而发 今天这个主题的方向是来自一位网友的询问 他问我,游老师,我最近想要读博士班 请问有什么意见吗? 他问我诶,我不是博士他问我 我奇怪为什么他会问我 因为当然他现在的生活继续下去 他可以看得出来三五年后没有什么前途 如果要读博士班的话 是他从小的一个愿望跟梦想 可是还没有进行 家人也不太支持他 所以他想要寻求第三者的意见 他觉得我个人人生阅历比较丰富 所以询问一下我的看法 如果你是我,请问你会怎么回答?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难回答的一个课题 因为我不是一位博士,我不了解博士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那位网友,请问你会问谁呢? 你是不是应该要找一个念过博士的,而且你很想念那一颗的博士来询问呢? 诶,也不见得适合,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如果那位博士他很得意的话 他过得很快乐 他就会叫我们说,应该要念博士 可是那个博士不见得他生活会很顺畅 也许他就说,最好不要念博士 所以啊,当我们人生面对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课题 可以是任何的一个难题的时候 我们要问人,那到底要问谁呢? 你觉得答案是什么? 这个答案非常难回答 我个人觉得,不管人生的任何难题 我们问谁都可以 问谁也都不可以 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 因为人生的难题没有标准答案 一直以来,我们从小的训练 给了我们一些错觉 就是我们以为人生啊 所有的事情都有答案 这答案可能是在事情上 可是一面对人的时候 人是一种复杂的,极其复杂的动物 所以啊,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同样的事情发生 有的人觉得OK 有的人觉得不OK 是还是不是? 同样的事情交给不一样的人做 有人觉得很困难 有人觉得很简单 到底这件事情是困难还是简单 取决于不是那件事情本身 而是人的问题 所以人生的课题 人生的难题也是一模一样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见仁见智 所以问任何人都可以 问任何人也都不可以 所以一旦我们有一些困扰 迷惑的时候 请问要问谁 有第二个我们可以问的就是问神 问神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万能的 神是万能的吗? 如果神是万能 如果神是那么灵的话 我想人生就没有难题了 所以问人也不对 问神也不对 你觉得最后要问什么? 问谁 就是问自己 可是自己就是有困惑 那怎么办呢? 所以面对人生的难题 我个人觉得不是用问的 是用什么呢? 用看的 有机会的话 你看看我有一个视频 那个是我非常早期做的视频 就是面对变化莫测的未来的话 闭上眼睛 我们才会看得更清楚 有机会的话 去看一看这个视频 是的 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 为什么要用看的呢? 很多时候 我们问不出一个道理来 我们只有看 看什么? 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前途 它是变化莫测 那怎么办呢? 因为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前方 可是我们看见自己的那颗心 所以当我们用看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因此 一旦我们遇到人生难题的话 如果是我 我问人也没有用 问神也没有用 问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会 闭上眼睛 看看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 到最后 有没有答案呢? 确实是没有答案 因为不确定性 就已经是注定了 在我们的前方 可惜我们这个人 非常渴望 有这个掌控权 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 确定的范围里面 进行着 这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未来之所以可爱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充满变化 既然是充满变化的话 那我们这个人如何去面对这种变化莫测的未来 那就变得非常重要 原则上是什么? 我觉得有四个字提供给你做参考 这四个字叫做 愿意加上甘愿 是的 不管我们愿意做或者是不愿意做 最后一定要甘愿 心甘情愿 那么我们就会减少非常多的后悔 人生所有的发生啊 都是来自什么呢? 舍以得 有舍有得 不舍不得 大舍也会大得 对吧? 所以它是得失 相伴的 苦乐 参伴的 因此不管做什么都好 凡有弊的东西一定有利 凡有利的东西一定有弊 是 它是掺杂在一起的 所以它不是黑白分明 它也不是黑白不分 而是黑白难明 人生的课题 人生的难题 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通常都会比较有一个天真的想法 认为 当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就是做最好的决定 有没有发现到 有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决定 也许就是最坏的决定 而我们最坏的决定 很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最好的决定 人生它可爱的地方就是它充满变化 问题是当我们面对这种充满变化的人生的未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是你有一个朋友 把这个问题这个难题询问你 请问你会如何回答呢 我的看法就是很难回答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与我分享 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分享的方向就是 人生难题你要问谁 听到现在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吗 回顾一下我个人觉得就是人生的难题 我们不能问人 我们只能用看的 而且闭上眼睛 看看自己内心深处就会有感受 一旦我们看得清楚 自己内在的感受 而且愿意甘愿 而且愿意去做的话 那么不管做 所谓做就是你要决定要做 或者是决定不做都可以 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 去做或者是不做的话 最后只有什么呢 心甘情愿 只有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难题 这辈子也许会顺畅了一些 你觉得呢 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你订阅 然后顺手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我在发布新内容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提醒 再来点个赞吧 转发分享给一两位好朋友 让他们也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好了 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记 叫游泳气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